现在进行面部的解剖 首先做皮肤切口 注意,面部皮肤很薄 皮肤切口要浅 自颅顶正中向前下 经鼻背、人中 至下合体下缘 做始装位切口 从颅顶正中向两侧 做罐状位切口 至耳阔上端 沿上下减圆 鼻孔中围 及唇圆各做环形切口 沿下合骨下缘 做横切口至下合角 然后转向后上方 至乳突间 从皮半的一角开始 将皮肤翻向两侧 翻皮时皮片要薄 避免损坏身面的面积 血管和神经 去除皮肤后 解剖面部浅层的结构 依次解剖出 眼轮杂肌 颅顶额腹 口轮杂肌等口周围肌 以及覆盖在面部下缘的颈阔肌 在咬肌前缘与下合骨下缘焦点处 寻认面动脉及半行其后外方的面颈脉 追踪面动脉 追踪面动脉和面颈脉 向内上直至内自 延续为内自血管 依次剖出面动脉的分支 视频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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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亚子